因為從昨天開始 包括在花蓮在板橋 不管是民進黨辦 金明年辦或者青鳥自動發起的 就開始遍地開花 我跟各位講 這些廠沒有要拚廠 沒有要比誰的人數多 因為他就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像金明年辦的活動 下面也不是什麼五千人一萬人 都不是 到花蓮那個地方去 就是在一個廣場 那這個會騎到哪裡來 就是大家來聽這一些 關於這次國會修法的 這些課題 那些民調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一半以上的民眾 根本不知道最近那幾個禮拜 在幹什麼 所以才需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宣講 那今天早上當然在臺南 國民黨先辦 國民黨辦 大家看看那一個畫面 那個月是一個里長 學部處在成立 小平就看就知道 大概是里長 競選總部成立的規模 那這就是朱立倫講的 比照總統大選規模 所以謝龍介今天就用總統大選的規模 所以這個地方 朱立倫不可能去 因為朱立倫站在那裡 總統大選怎麼這種規模 你不要多亂搶 對民進黨來說 我們有座談會 我們有街頭宣講 我們有黃昏市場 我們有站入口 各式各樣 你們要辦幾場 就是站入口 然後還有辦這種場 因為我們的公文也都發到了民進黨籍的村里長 村里長都要辦 就是各式各樣的到處都在辦 那他們就是會跟黨中央報備說 我們當時有要辦 你想向宜芳營的 可能下禮拜或下下禮拜 街人就會啟動 啟動相關的 那今天呢 在我先講台南這一場 國民黨今天找了兩個重量級的貴賓 直接進入到台南 第一位 就是說台南 砂輪這個高鐵站 都沒人 半路天的停車場 火都會破下來 根本就是蚊子停車場 沒有錯 根本就是必案 砂輪那裡怎麼會發展 台南要關廟整日圓 那怎麼可能我電 台南高地那怎麼可能我電 那個人就是許巧信 所以他今天有去跟台南的 繼續闡述 那不發展啦 喔台南不發展 所以王定宇起到要死 那是王定宇的選區 這一次輝達 我記得把前一陣子輝達 或者是這個超委 他們現在都鎖定台南高鐵砂輪站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站現在是綠能科技園區 對 國民黨特別特別特別 邀請許巧信下去 講了三次特別 邀請許巧信 繼續去講台南有多不好 第二位 這一位也厲害了 喔厲害了 這個是 這一位是講高雄全鎮漁港 我也歡迎他到高雄 高雄全鎮漁港 有夠落伍的 有夠落後的 喔那怎麼會發展 那個人沒有在抓魚 沒有什麼 啊台高要死阿蘭 打這東西怎麼樣 說一大天 我們這裡有高雄的立場 雕工 又特別特別特別 叫王宏輝 一定要去那邊說 去抓高雞拉嘛 高雄漁港 會比較台南的鄉親聽到說 這兩個是 這兩個怎麼走來這裡在說這個 你不就要說 你如果國民黨來 台南的多好多強 多用對不對 結果不是 國民黨這都是條工的 就是故意去挑釁 謝龍捷說 好 那個什麼 那要加兩啦 高端啦 什麼疫苗啦 光電啦 不好意思 光電去打開 是國民黨的彰化 那個雲林的 雲林的雲長 開槍的 什麼八十八槍的 去用彰到的 那是國民黨 台南市沒有一個東部 他們不知道什麼 什麼隊一區的東部 裡面的中部幹部 這都是國民黨的 謝龍捷又自我介紹 這都給他拿起來 謝龍捷這種的 怎麼那麼厲害 有法度把他的鄉親說 像國民黨的 整個都給他拿起來 他說要燉湯 所以他們今天說的都沒在說什麼國會改革 因為主理論有下令 你要說什麼長照也可以 說疫苗 說技能 說高端 有才能說 反正就是辦一百張總統大選規格 所以你看主理論的總統大選規格 今天台南市場大家看的畫面就知道 這就是國民黨在台南要辦總統大選規格 差不多是一個立場 平選總部成立 差不多就是這個規模 放鳥 為什麼他會放鳥你知道 因為他沒有帶錢啊 對啊 因為朱主席說要辦這個活動 我們一百場 結果你知道中央沒有放錢 沒有贏蛋 對啊 你只能自己來 那如果我跟你講 今天我跟你說真的啦 如果朱立倫 這隻大藍鳥 他真的去了台南會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什麼狀況 很多小鳥要跟他請款 當然要先跑啊 對不對 派一個秘書長去 對啊 不然他怎麼敢去 而且你覺得很有趣 你說如果是朱立倫真的要去 被燉的人會是誰 對啊 對不對 你有吃過鴿子嗎 可能會變成鴿子湯 要燉鴿子 對啊 因為你出臉 你有看過藍色的鴿子嗎 沒有啊 看一下 鴿子 我們是白天下午 確實 總現集 我在想重點啦 你知道今天徐曉欣在現場 跟台南鄉親講什麼 他說 那個民進黨啊 在國會都打打鬧鬧 打架啊 怎樣 我跟你講 徐曉欣說 他是什麼你知道 他這樣 正義的馬其諾防線在這裡 然後鄉親就這樣看著他 在哪裡 他就指在這裡 正義的馬其諾防線 在這裡 然後現在就嚇到啦 什麼時候徐曉欣等於正義的 馬其諾防線 然後就有網友說 什麼馬其諾防線 如果你是屬於正義的一方 你會去偷拍 你疑似偷拍王毅川的事情 會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就回他說 你是卡提諾防線吧 對啊 正義的這個防線不是應該是黃國昌 對啊 他搶走 對啊 徐曉欣怎麼這樣子 對國昌老師不尊重 不是他是化學兵噴口水 人家重量級 人家空戰很強 徐曉欣 好啦輪到小平了 好啦 朱立倫還是會出現 什麼時候出現了 6月23號他就會高雄廠親自開獎 而且他其實是說要辦一百場 對 但是二十一號就要表決了 二十一號表決 二十三號跟二十二號才會出現 然後這件事情會不會有點怪怪的 這個操作有點看不太清楚 對 他要在表決完之後主席才現成 一百場的定義是什麼 第一個他是敵不動我不動 今天賴清德出來我們才要出來 我們也要我們雖然我們在野 他人家總統 可是我們在那個立法院 我們是執政黨人數多 哎唷 好大耶 不過小平我還要問一件事情 就今天在你們台南的場子 有人在現場發這個 全國性公平投票提案人 然後就要大家填這個東西 然後呢 什麼內容 就是呢 和平統一了 大陸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不同意 應該把他趕走 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鼓勵 可是也讓他放任在那邊 其實謝永健應該說 離開那個場地 離開我們租界的方法 你到自己去租場地 你推動台獨和平統一 我都沒有預計 意識形態沒有對錯 可是基本要去申請場地 公公園處等等 那至少劃清界限 那講完這個那麼嚴重 講個冷笑話 那個高軒你姓高嗎 對啊 你應該姓鄧 好像鄧家阿姬你長的 大家看他 像鄧家阿姬 你笑到很冷啊 沒人認識啦好不好 而且鄧家阿姬可能是規劃是 考試院副院長 你爸爸升官了 你什麼 你這是賴子的節目 賴子賴子的節目 請回到主軸 請尊重主持人的節奏 不要亂投三分球 好 繼續講 你問我什麼 所以這不是國民黨 但是應該要不要在這個情況 把它發生 你們要兩岸談判 和平談判 沒有 我們是我們的政綱是一中各表 什麼是和平統一 我們是不贊成台北獨立 也不贊成統一 是支持維持現狀 不同不獨步 這很清楚 這是中華民一中憲法跟國民黨的政綱 都是照政綱照憲法來做 然後辦這個活動 一百場我覺得到最後 因為沒幾天 21號嘛 對不對 21號投票 剩個五六天 我覺得會廣到夜市 由各區的主委 到夜市有人的地方 而不是搭舞台 這樣子去弄一百場 應該應該這種形式啦 就是向戰的概念啦 深入這些地方啦 可是本來是應該要談國會改革 就是這個立委職權的這個修法 可是為什麼現在國民黨又變成工作報告 然後你們包山包海什麼都談 不是就是要跟民眾做說服嗎 不是 因為人體健康一定要糖類脂肪 然後氨基酸都要 所以我們去當然一開始一定談國會改革 可是其他國民黨未來的方向 以及攻防都會談 應該這樣講啦 我們用各種方式 要擴大國民黨的組織的力量 跟我們支持度 然後民進黨沒做好的打擊民進黨 我想打了 我選黨中的方向是這樣 我選擇了